近日保时街CEO翻布了未来的新年元战略 而且强调911奖不会考虑纯电动路线 不过也说明了未来911会推出一款插电混动力汽车 由此可见911对于电气化还是非常谨慎的 对于CEO不露在报告中提到的关键词never 难道是说保时街全电动跑车只能是惯想吗 事实不是这样的 EvanFlu在随后的报告中又表示 将在206年推出718、Boxstar和Kamen206两款车型 也就是718和Kamen会考虑电动化 未来718难逃电计划 不过CEO上来说话都是很严谨的 随后又表示具体计划还没有决定 即便是这样 在之前的很多方面保时街已经有了清晰的电动化发展方向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MissionE了 据说这款电动汽车可以在8分钟跑完牛北 3.5秒完成百公里加速 而且它还拥有4个座椅 这一点就超越了传统的两个座椅跑车 不仅如此 在电动技术上 MissionE也是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最高工作电压可达800伏 也意味着更大的动力以及更小电流 从而降低了揽线的半径和重量 在直流充电下 充电15分钟就可以行驶400千米 别说是相互方便了 有了MissionE这个出色产品 保时捷当然可以在电动化的时代 与同行业其他品牌竞争 还可以保护好911这个招牌 目前看来MissionE作为电动化产品 章与特斯拉等同在竞争 而911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存在 718可能会进入电动领域 不过确定内容还是尽情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